祈祷初来的能力 作者 邦姿 第六章 我的软弱与不能结果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祈祷上的无可推诿的落后 我随时能写作 读书 聆听 但是祈祷比这些更属灵 更属内心 而欲属灵的工作 我属血气的心 越远离 祈祷 忍耐 信心 永不会使人失望 我已经了解和学会 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真传道人 必须借着信心和祈祷 当我发现 我的心在祈祷上就绪 又感到自由无阻碍的时候 其余的一切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作为属灵的格言 在每一个成功的传道人的工作里 祈祷都是一种贤助与管制一切的力量 在他的生活中是如此 在他工作的深刻属灵的质素上也是如此 一个没有祈祷的传道人 可能很有思想 他可能不祈祷而获得名声和人的喜爱 他的生活和工作可能像一部机器一样 完全没有油或只有极少的油在那里转动 但是他的工作不能成为真正属灵的工作 不能在他自己身上与听众身上 创造圣洁敬前的品格 祈祷的传道人 将神放入他的工作中 神进入传道人的工作中 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 或是一件借普通原则而成的事 乃是借祈祷与特殊的肯切而获得的 我们全心寻求神就必寻见 这句话 对于悔改的罪人和传道人 都是一样的真实 有祈祷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 能使祈祷的人 传道的人 向听众有同情心 深深地感觉到他们的需要 祈祷使人和神连结 也和人连结 唯独有祈祷的传道人 才有资格完成他所接受的崇高职务与责任 学位 书籍 神学 讲道 都不能造成一个真传道人 祈祷却能 主耶稣给予使徒们传福音的认命 在那届祈祷求来的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以前 不过是一张空纸而已 一个祈祷的传道人 已经超越了受人欢迎的水准 再不仅是一个办事的人 再不仅有讲台上的吸引力 再不仅是一个教会里的组织者或领袖 乃是升入了另一个更崇高的领域 属灵的领域 他工作的产品是成圣 那些因他的工作而变化的心灵与生活 显明了他工作的真实性与深入性 神与他同在 他的工作不是以熟视或表面原则 与方法而推进的 他在神的事上已经深深受教 深有所得 他为了信徒和神长时间深刻的相交 这相交加上他属灵的摔跤所给予他的痛苦 使他在神的事上成为一个圣 圣者 在迫切的祈祷之下 例行公事式的尖兵早已被融化了 许多传道人只有表面上的工作效果 也有许多传道人的工作 沉沉如死 其原因就是缺少祷告 没有人能不祈祷而有真正成功的工作 祈祷必须是持续的 日静的 非表面的 讲道时所用的经文和讲章 应该是祈祷而得的 传道人的舒适应该沉浸于祈祷的空气中 他一切的工作应该是由祈祷所孕育出来的 祈祷的态度与心情充满了他的一切 令我忧伤的是 我祈祷的太少 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传道人 临死时所说的话 何等令人悲伤的一个遗憾 德特大主教说 我要得到一个更伟大 更深入 更真实的祈祷生活 愿我们都这样说 愿我们都获得这样的人生 神的真传道人们 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作为能力 他们都是祈祷的人 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点 但是都有一个中心的相同点 他们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开始 走过不同的路 但是他们都会给予一点 在祈祷上合一 对于他们 神是一切兴趣的中心 祈祷就是迎他们到神那里去的路 他们不是有时祈祷 不是偶然祈祷 或经常的少量祈祷 他们乃是那样的祈祷 以至祈祷进入 并且形成了他们的品格 影响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也影响了别人的生活 创造了教会的历史 改变了时代的潮流 他们把许多时间用在祈祷上 他们并不注意日归的移动 或者时针的进行 他们以祈祷为极其重大 而绝不可放弃的一项工作 祈祷对于他们 正像对于保罗一样 是心灵的一种迫切的努力和挣扎 祈祷对于他们 又像对于基督一样 他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狠切祷告 是神大能的战士们的大能武器 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这几句话 将历代那些 引领他们本时代的人 归向神的先知们 和传道人们的经验 都包括在内 也指明了 他们完成奇妙工作的工具是什么 他们完成了 菜之壶 叫小松 雅 哈 雅 云 染